嗨 憲仔 恭喜你 嗨 多謝 多謝 很開心 知道你是演唱會中間 就特地來了這個政策獎 嗯 幸好有來到 但是什麼時候都很開心 你拿了一部份的獎項 男哥就金獎 自尊唱片大獎 是 我都 今天是人生第一次 這麼多年 第一次拿自尊唱片大獎 我覺得很開心 很圓滿 是 是啊 所以特別今年在這麼多新血 整個樂壇這麼新的面脈 都還可以有所斬幕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但在台上面 剛才見到這麼多粉絲之前 自己的心情是否很平衡 很開心 還有都很好 他們除了我的粉絲 一直有幫我投票 跟著 做很多應援的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粉絲 我看到MIRROR的粉絲 都有為我 say hi 搖奇立喊 我都覺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樂壇 我希望這種氣氛 是會一路一路這樣下去 因為 其實樂壇很需要團結 已經唱會到現在 終了一半 還有今天也有少少不舒服 在台上 其實因為我 由開場前 我就一路有氣管敏感 一轉天氣 有敲喘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有敲喘 我又不能打針 所以就每三天要做一次檢查 所以今天又人比較多 還有我真的 今早也還有兩聲咳 我旁邊左右 我旁邊有K 又有小朋友 所以我就想想 不如算吧 全程 其實我的妝很漂亮 我們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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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在演唱會 不下妝過來 好像眼睛會大一點 但是安全起見 特別是這幾天又爆感 就是開始有社區的全部 所以我都覺得 算了 不如穿漂亮一點的衣服 就算了 但會否可能 家人都希望他們少些 出去外面的衣店 他們固然之 他們固然之少出街 因為爸爸媽媽都來了香港 還有我 其實我現在每天 由於我想保證 我十八場的演唱會都順利 我自己是一個無憤的狀態 我回到家 就算我姐姐 她都要全程戴好 就是她回到自己的地方 就是她的房間 因為最主要是 我都見過以前 有些其他藝術 開很多場的演唱會 是因為有些朋友 很熱情 入後台拍照 而接著惹到 這次對於我們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投資 所以我要確保這個演出的順利 但你講到是一個大的投資 你最近都看不到萬萬 好像一樣 是不是都經常被紅棚分成 都很開心 那這些 對於老闆來說 是不應該浸 所以 可以的 最重要是觀眾開心 但我也很開心 在演唱會之餘 今晚可以在這裡坐一坐 休息一下 又可以獲得獎 又可以感受一下 我彈的氣氛 我也很感受 每一位得獎者很開心 他們都是實質的 我們等你 夏令至尊 好 明天開始洗牌 我自己由頭再來 拆紙膠 其實所有獎盃 對於我的團隊來說 是有加許多些 我覺得 起碼對於公司來說 所有同事今年的努力 付出都有榮 對於我自己來說 他們剛剛說我 評了學友哥的金滿貨 我自己沒有計算這些 但是我都很榮幸 可以 好像集友一樣 集齊這麼多獎項 今年做個新人 由頭來過 因為很多東西要學 今年的你 就一定要超越 上显的你 可以等你 我希望自己今年 不要開口 我經常都說 想拿回唱作獎 所以我會很努力 向林家謙宣戰 我想做回唱作人 是的 因為我都 我自己都很想多一些創作 其實都 遠離了創作人 這個行業 行業很久 那 是的 如果你問我 接下來會獲取什麼獎項 我希望獲取一些幕後人 和創作的獎項多些 亦都可以 見到有多一些新的 好的 出色的藍歌手 我得到肯定 那下面最大的目標 是不是就是 做一個創作科手 是啊 還有做好自己的頻道 現在世界變了 真的 不只是唱歌 那麼簡單 那 今次我們試做了一次 一個YouTube頻道 一個清談節目 叫做 軒功不設防 反應很好 我們開始有客 有廣告客戶 那我們 會將它變成一個 長線的節目 一路做下去 我們期待 我想問 我想問 如果自己的唱片 會不會給 柳蘭歌手 去教我們聲音 是啊 真的 因為 第一 從來沒拿過這個獎 當然不能這樣計 但是 《至尊唱片》 今年是我自己 開新的 第一張唱片 我覺得 很容易投 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 自己要去做一個 label 其實我什麼都不懂 很難得 老闆給這個機會 希望 不要令人失望 我知道今年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 C-O-Star的人 人類勢 我覺得 他們的機會 是大一點的 其實 我自己覺得 無論專輯的概念 各方面 我自己都很喜歡 C-O-Star的人 所以 希望 我們各自一起努力 今年 2022年 再努力 那你想不想 最喜愛男歌手 最喜愛男歌手 其實 有很多因素 那年的歌曲 人氣 以及觀眾的觀感 這個是屬於 網民 或者是 樂迷的投票 我覺得 其實只能夠努力 但是沒有得強求 我覺得 姜濤 今年都是實至名歸的 真的 你看到他 我看了他很多的作品 他是一個很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 很有主見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一代 真的強過我們這一代 真的 奶粉都不同一點 我想是 真的 所以剛剛姜濤在台上說 他說 MIRROR 或者他們自己的發展 會是亞洲第一 我剛剛在訪問的時候 我也有說 我們這個年紀要做 難一點 說真的 所以是靠他們的 我媽媽經常都說 年輕的時候 當你十多二十歲 你說你自己做李嘉誠 只要你肯努力的話 你都會得 真的 所以我覺得 我都跟他們打氣 希望他們加油 其實無論是 MIRROR也好 姜濤也好 Anson Lo也好 Tyson Yoshi 林家謙也好 任何一個他們這代的音樂人 只要可以代表到這個地方 代表到廣東歌 去到亞洲 甚至乎更大的舞台 我也覺得是很值得開心的一件事 你也是這個舞台 你也是這個舞台 我一點期望都沒有 其實坦白說 我 會不會氣死 他們 拉低我的年齡 你知道嗎 今年的口號 是馬上青春 我都覺得不可思 入了五強的時候 我已經很感謝我的粉絲幫我投票 我說 即是 在今年一個這樣的形勢 就是 以我這樣的年資 或者其實 你問我今年 我有沒有努力 我有努力 但是 夠不夠精彩 我又覺得可以再好一點 很多地方是有遺憾的 而的確 可以跟這麼多年青 新一代的歌手 他們四位 我都覺得 我以為自己入到十二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當時入到十二強 我已經覺得我是MIRROR一本子 但是接著去到八強 去到最後五強 五強我已經覺得是柳獎 真的 而且 都入了行這麼多年 其實對獎項的那個心態已經改變了 我覺得 觀眾的認受性是最重要的 即是除了傳媒之外 觀眾的認受性也很重要 所以 如果自己做得不夠好的話 就再來 沒所謂的 是吧 好 謝謝 謝謝 深切